上一集, 第三回合戰況激烈 真的用了很多很多功夫 不像一隻星星王在說話 你的眼淚是值得的 是的 做得不錯, 是的 四位參賽藝人出盡全力 爭取成為最後一位出善者 另外, 專業評判的表演也已經開始 只要有我張古仔一人 她一定會令你成為開心到死的女人 玩得很厲害 這集三位專業評判將會逐一登場 MING PAO TOR k MING PAO TOR you can also check and see the track MING PAO TOR k 公公出宮的一場戲 還記得裡面有什麼戲嗎? 那場戲是說我這個大嫂, 叫雲大志 在金家裡有個金玻璃 所以在那裡黑黑白白的 令到金家上下都害怕了我和兒子 我們馬上把時間交給女姐 一拍… 一拍 我身為金家護院 一定要保護金家上下的安全 大少爺, 你放下武器 你是壞人… 吵什麼吵, 別嚇我兒子 玩玩玩玩具槍而已, 八支幣 也不臭米氣, 別知道真是槍我兒子玩 阿昌、阿香, 萬一我多寶有什麼事 你們怎麼對得起你們大哥 還有, 多寶是金玻璃, 九代單純 萬一有什麼大吉利是 你們就金家絕了 九代單純, 那我呢? 指望你還是指望你那三個女兒 二嫂, 我不是說你田房沒得生 你不要多嘴 好, 總之多寶沒事就行了 你夾給我吃雞腿 來 不要…你爹哥 多寶, 不吃飯不長肉 你怎麼才肯吃飯 是嗎? 是… 你小叔叔扮馬女兒戲給你看, 是嗎? 謝謝女姐精采的演出 我也失準 剛才? 剛才失準了 你進哪兒失準了? 我看不到 我不是說你田房沒得生 你不要多嘴 女姐, 這個世界上有一點 叫做缺陷味 不是, 你知道嗎? 是, 想請教我們 其實剛才是看到古裝戲 是 古裝戲和時裝戲配音方面 其實有什麼不同? 很不同的 因為時裝戲比較現代化 但是古裝戲咬文雀字 說話又會慢一點? 阿佑, 你呢? 那個角色是比較老婆 比較衰格 我反而覺得女姐是演繹多 比我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應該配好了我的戲 是… 因為她對著一群大家庭 對吧? 你要做出你的霸道 我覺得配了這把聲音 女姐的聲音更適合 謝謝你配好了 別客氣 太好了… 謝謝你, 謝謝… Yuki 雖然你入行不算很久 但你演出的機會也不少 在《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裡 小女作家露小小的角色 場戲就是那個說話的大話 被金城安刷穿了 你怎麼這麼狡猾? 對, 我有一個綠茶表 一起看看和聽聽鄭麗麗 如何升演這個角色 一拍一拍 幸好媽媽現在在片場開工 你快找找你搭手工在哪裡? 在那裡 不齊了 我來新書的想法也夾在裡面 是不是這張? 是呀 即是你新書的想法 原來就是一封恐嚇信的草稿 這張紙不是我的 但上面的筆跡 這麼像簽書會的那封恐嚇信 在這裡找到 難道真是善姐寫? 你轉數也挺快的 不過你不用演戲了 剛才你那副妙的聲音虛反應 已經被我看在眼內了 一定是善姐她想冤枉我 安仔, 難道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 我當然相信 我當然相信我媽媽 我才會約你上來這裡 然後跟他們一起來撞你 相信你這回事 對, 沒被你妖女迷惑 小小, 我對你實在太失望了 枉我還這麼相信你 為何你們還這麼多人來屈師父? 小小, 你真是辜負了 我對你的信任和栽培 真的很對不起, 善姐 我只不過是想搞一些新聞 推高人氣和消量 真的很對不起 你大人有達, 原諒我 讓我做好 非常精彩的表演 怎麼樣? 看看前輩幫你配了這把聲音後 當堂的益陽遁錯 語氣層次豐富了很多 雖然我的表情可能有口形 但原來我自己的聲音沒有出道理 但麗麗老師替我配音 其實是跟隨他的節奏 因為一直說配音 是要跟隨你配的角色 是 他說話的節奏 不是他說對白, 我說同一件事 但用自己的方法, 配音就不好看 而且我覺得在後來我哭的戲 加重了那種…我假裝哭 假裝可憐的感覺重來 令我角色更加必俗 我只不過是想搞一些新聞 推高人氣和銷量 真的很對不起, 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 但我有東西想問老師 因為Yuki說話 我留意到她經常在牙齒說 我很欣賞, 她不是很動的 很難追對她的口型 跟她的節奏用力量說 上面的筆證這麼像簽書會那封恐嚇信 所以大師級真是大師級 對 真的是聲音 你的聲音本來不是這樣 但配上Yuki 你根本就是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小妹妹 對 所以真的厲害 你記得第一回合是Yuki配小丸子嗎 現在好像小丸子配Yuki 麗露老師真的很白變 我知道她還有配其他角色 對, 武則天、千頌伊 選頌伊 對, 奧貴妃等等都是麗露老師配的 一聲音可以跨越這麼多年齡階層 這也是要功力的吧? 對, 也要一些穴力才行 再一次多謝麗露 接下來的這段影片 就是來自鐵探裡面 潮海的角色 對, 沒錯 這場戲是演出的黑幫大哥 江正龍 他在法庭外面 遇上他當年的好兄弟, 梁敬輝 他現在就當一個警察了 就在法庭外面一場爭執戲 那我們現在馬上把時間交給魏惠文 拚過吧 一拚 拚換 他在法庭外面一場 谷Sir 很久沒見了 之前跟拳局的時候 那個樣子伸得不錯 挺有意氣 怎麼猜到你是那些 勾二嫂, 拚大樓的死眼仔 警察, 身分證 警察, 我認得你 你之前是跟福爺做渣雷的 現在又是一個死眼淚 死眼淚… 閉嘴… 我叫你站在一旁拿張身分證出來 Madam, 那我先站在一旁 還是先拿張身分證出來? 你先拿張身分證出來 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好啊 既然Madam想見一下我們的樣子的話 根本就配合一下 好… 你拿張手 你拿張手 走開 Madam, 我很急療, 想去廁所 我又說給你去嗎? Madam, 我有權力的 和張西奮症都在, 還想怎樣? 謝謝Man的表演 是 我們發覺Man的處理 跟潮海有點不同 畫面他做得很好 他的樣子以為做了江湖大哥 你一定要多給江湖味道 所以我特意做粗糙 我不知道, 我只聽一段時間 我閉上眼睛聽一聽 然後他真的挺壞的 我很想打他 我想他的衰格的聲音 加上我衰格的樣子 應該是完全替我嫁了一份 謝謝你給我說 不是… 過關了 因為配音 你要看演員的眼神、嘴型、動作 他的口不太大 你配得這麼大, 不好看 你會覺得你是配音 既然Madam想見一下我們樣子的話 那就配合吧 我不贊成你配音加這麼多 如果他不夠, 你補給他, 還可以的 但你超過他, 就沒問題 我聽得到Man哥是粗糙的 我喜歡粗糙, 遲過比較幼 除了粗幼之外 耳朵也可以聽到肥瘦 不會的 是 聽我的聲音, 不覺得肥的 當年拍過那些風月片, 我們要配音 有些朋友聽到 這個女人很漂亮 然後在窗外 我以後都不會再看這些風月片 我的客人跟我說過 我求求你吧, 我什麼事? 你可不可以別讓人家看見 是嗎? 謝謝Man的精神 謝謝Man 下一節會公佈參賽藝贏的總成績 究竟誰會是最後一位出善者呢? 接下來我們表揚的這位配音界前輩 不但在配音界貢獻良多 而且在這些年內培養了不少的配音界人才 他還有參與很多幕前演出 將他資深又精湛的演技 由聲音帶到螢幕給我們看 我們有請天生哥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位前輩吧 這位前輩我認識他幾十年 我跟他碰面的機會不多 但每一次令我印象深刻 在幾十年前 某天我看看電視有片 這個年輕人的聲音很響很大 配音發達 他就做了配音 而且他做了幾十年 做到配音皇帝 我心想這叫什麼? 這叫熱誠 用銀力,我有幸 做了配音完 叔叔找我配雜聲 那時候是一倍一倍二百尺 不准有NG,一NG由頭來歌 小弟、小弟一定守美門 兩個字,寶珠 不是寶珠,是寶珠 糟糕,配錯了,一定被叔罵了 他走過來,看我怕我 英俊,靜點,沒事的 李哥 不罵還會鼓勵? 這叫什麼? 這叫有修養 人情味,熱誠 明月,今天很開心 可以在這裡見證叔叔獲獎 這叫什麼? 實至名歸 現在有請阿姐汪明荃為我們頒獎 有請… 很開心宣佈,好聲好戲 殿堂聲演的得獎者是丁宇先生 丁宇叔,五、三年加入電影界 曾經創下一年配128套電影紀錄 獲稱為陰間皇帝 謝謝 分量好多 很重… 多謝,多謝,謝謝… 今天我回來,我的梁家TVB 獲這個殿堂聲演大獎 實在有很多感觸 這個獎不是屬於我一個人 是一起和我捱耕底液 背音組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坐在那裡 好,小姐一堂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不是一個人配音 就可以完成了這個工作 是有一群兄弟姐妹 不辭勞苦,捱耕底液 1967年5月1日 我進來TVB創立了背音組 經過很多歲月,不僅養育了我全家 為我的四個子女 捱耕底液,供書教學 讀到他們大學畢業為止 由此可以見到TVB是我梁家 亦是我的恩人 以後有什麼要我做的 我一定無條件帶飯錢回來開工 TVB其實真的是一個大家庭 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地方 我要跟你說一聲 無言感激,銘記於心 丁宇叔,是這樣嗎 是 接下來我們就會有決賽 是 所以想邀請丁宇叔成為他們 主席評判之一 不知道你能否答應呢 我可以回來了 謝謝你,丁宇叔 謝謝… 我請丁宇的選擇,店頭昇映 謝謝 之前,陳志堯以十字米 拿了專業評判過一票 現在主席評判 就退席商議四位的表現 洪永城,我不喜歡人家這麼輕鬆 我覺得要認真一點 Yuki 是,新人羅翁兒 這個小妹妹真是進步神速 她的眼睛很厲害,做戲 潮海,我喜歡她上次比阿黃 我也覺得阿黃好一點 阿黃真是好得好 很入氣,很入氣 Yoyo、陳志堯,可塑性很高 她明知生意有苦,偏向苦中 我想我們心中有數吧 沒錯… 看來我們三位主席評判 已經有決定了 姐姐可否先為我們做一個總結 今晚四位參賽者 我之前也說了很多意見 譬如Yoyo、陳志堯 我們經常在盈光幕上 看見她適應苦情戲 甚至一些吵架戲 原來喜劇是可以的 還有潮海、永城 還有新人Yuki 你們今晚的表演真是令我眼前一亮 你們有很多潛質 有待發掘 謝謝 謝謝 所以現在要跟各位監製說 不要用來用去都是那幾個人 應該多給我們其他藝員同事 因為他們可以佛割的地方 真的很多很多 不要幫我們的藝員定型 不要經常叫他們造成一種角色 不僅是演員造成悶 觀眾也會看得很悶 其實我們TVB還有很多藝員同事 我相信他們每一個都很肯去試 每一個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各位監製 認真地考慮一下我的意見 謝謝… 我馬上叫桌頭部 給我們收起所有定型水 好, 現在時間不如公布一下 究竟我們的主席評判的投票意向如何 之前提過 陳志堯取得了專業評判的一票 先請我們的主席評判 汪明荃小姐公布你的投票意向 陳志堯 YOYO 加上專業評判的一票 YOYO已經有兩票了 Mary姐, 韓瑪莉 你會投給哪位? 志堯 謝謝陳志堯 三票就贏出來了 不過我們也要聽信哥 究竟他會投給哪位? 好, 大家冷靜點 我投給… YOYO 全票了 四票了, YOYO 恭喜你… 恭喜你, YOYO 是… 因為我剛才也跟老師說過 無論我能否進入決賽 但至少這次借這個比賽 這幾回合 我至少已經對得住自己 對得住老師 這次了 謝謝你 瑩姐, 謝謝大家 沒錯 再次恭喜YOYO出線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即將進入總決賽 希望大家繼續跟我們… 好勝火氣 三輪比賽 第一位出線者是鳳瑩瑩 橘春, 你不要這麼大傷口 三個月後, 千平重考 這位行次沒人敢走後 這位行左沒人敢走右 第二位出線者是張震朗 原來佛長陽, 雲大帝觀 一無殺, 指定搶妻 驚擒派善者 花過山水, 聯動美後 黃齊天大勝, 孫悟空 好, 那唱完歌 不是, 唱完歌就繼續踢一下 敢來姐姐, 我姓甘的嘛 最後一位出線者是陳志堯 當先生, 還沒睡嗎? 唱到你打算輸 那你還想我怎麼樣? 你叫我裝飾, 我怕, 裝飾 我還想唱什麼? 三位出線藝人 將會在聲演舞台上 終極較量, 爭奪結出聲演總冠軍 密切留意最後兩集 好聲好氣總決賽 婆婆說是我害死你的, 是不是真的? 是婆婆不對 婆婆不應該罵你 你為什麼要殺死愛婦和愛母? 我看到這個婆婆死的時候 我心裡不知道多深量 你真的以為我推白馬上樓梯嗎? 我不是以為 你根本是要推白馬上樓梯嗎? 嗨, YouTube 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開啟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可以不要亂打不成功 我的影片 嗎? 我照顧ished 我照顧一下 我感覺不絕不合